反正这个地方记得就是 这个应该没问题啦 可能有同学比较会有问题就是 我先把这个移除掉好了 要汇出for 从头再一次哦 按右键插入模组 然后邮标放这边哦 刚刚有同学放这边 然后要插入程序 按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邮标要放这边 这样子才可以插入程序 那程序名称你就把门号两个字打上去 门号 OK 这样就完成 按确定 好 那当然哦 如果你想要知道哦 因为有时候程序要写一堆之后才能看到结果 如果你比较急的同学 你可以开启那个程式码 程式码里面的话 再把它打开来 里面已经有完成的 我建议你可以按这个按钮放弹出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你就把这些程式怎么样 Ctrl C 然后呢 再到这边呢 整个啦 Ctrl V 写完了 当然这个 只是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在学习过程 就是我会先看结果 再来再来想 哎 他的一个 那其实你把它贴上之后的话 如果你要执行清楚 有没有 你就游标放在清楚跟这个中间 按一下这个上面的执行 他就清楚了 哦 那实际上按钮是后面才做的 就是写完之后你就可以执行了 可是你总不可能说 你为了要执行你跑到Visual Basic里面来嘛 所以就是会多按钮 按一下他他就去执行 不需要跑到Visual Basic这个环境里面 那要执行这个程式的话按下去 他就出来了 好 这个只是一个看到结果 如果你等一下 实在落后太多的同学 你也可以先 就是先try 先感觉一下 OK 至少你有一个看到东西了吧 然后你再来想办法 那你再来观察说 为什么是程式是这样写的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 如果等一下有 那再来就是姿态小的工具 选项 把它怎么样 撰写风格 工具里面的选项 把这个字稍微放大一点点好了 放大到我觉得14 12差不多 按确定 字把它放大一点点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怎么样做门号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 我先把中间先删掉一下 重新再来 那其实 我们先来讲一下 就是说 如何把这个结果输出 那其实结果输出的话 刚刚的程式 就是输出到哪一栏 那其实有个固定的用法 就是说 哪一栏的话 我就是直接用储存格的坐标 那会需要认识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叫Sales 这个Sales以后就是指的是什么 就储存格 他会刮胡之后的话 他会跟你要几个讯息 请你告诉我 要输出到哪一列 那我假设我今天要把这个结果放在 这个 就是第四列的 哪一栏 第四列的 Column Index 哪一栏呢 你可以打数字 比如说一栏 假设我输出到一栏 对你可以给五 这样可以 可是我的习惯是会把它改成一 因为其实说真的 这样会看得比较懂 一 四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吧 不然你打个五 我还在那边算 A B C D E 第五才才把它转 如果你打一个28 那我是A B C D E 那不是 你刚才打一个什么呢 看得懂的 蓝的名称 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我的程式里面 一律都会用英文来带 除非说 我那个 那个是跑什么 如果我要跑一个固定的 那个回圈的话 我可能会改成数字 大部分都不会 然后呢 等于什么 等于 特别注意哦 输出的写在前面 公式写在后面 特别注意哦 就是输出的 刚好有点跟那个 资料编辑列一样嘛 资料编辑列等号不是在后面吗 等号在前面 后面是我们的公式 等于什么呢 等于零九 所以呢 一样 零九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要给他一个什么呢 给他一个 这个除 这个叫什么 F蓝的 所以哦 如果我要串接这一个的话 特别是要在VBA 啊 跟那个 Essale里面最大的差别是 在VBA里面哦 end前后要空白 可是在那个Essale里面不用空白 Essale里面是直接用end 对不对 跟VBA的规则不一样 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 钱会加空白 差别在这里而已 哦 再来要哪一个呢 输出什么 输出0911嘛 那这个怎么指定呢 就是Sale 一样嘛 那Sale哪一个储存格呢 告诉他说 哦 一样在第四列里面的 第几栏呢 第F栏 所以告诉他哦 在F栏里面 OK 你就帮我把值 所以这两个串在一起 不就是0911 然后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 假如你已经做一半哦 你就先试试看好了 看看有没有执行 执行一下 哎 0911 可是哦 输出的时候呢 因为我这地方 这储存格里面 一定要把它变成文字啦 否则输出的话 哦 会 会 这个地方的话 会 把零去掉 要不然就是说 我们输出的时候呢 可以再把那个什么 把这个格式画一下 这个 呃 就是 先输出看看 那你这地方哦 把这一张格式改一下 改成文字好了哦 因为文字这样输出 应该OK 那切的话 一样切过来哦 把它再执行一下 有没有 0911 那后面的部分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dash 然后这一个 再dash 后面那一个 有没有 所以再加的话 实际上就是一样 空一格 and 特别注意就是 空一格 and 前后要空格 这个规则跟刚刚不太一样 其他都一样 然后再串接什么呢 串接 呃 居栏 这个是居栏 对不对 那居栏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sales 这边这一个哦 把它改成什么 sales 这边改成 这边改成 居就可以了 可是这样输出的话 会有什么问题呢 这边少一个and 这边 这边也是一样要and 好 串接嘛 然后执行 执行过来 有没有 还是一样的问题 少什么呢 少那个零嘛 所以特别注意哦 刚刚用test 对不对 在VBA里面呢 他没有test这个函数 但是他有另外一个 用法一模一样 只是名称不一样 他叫做format format 把test改成format 然后在前刮壶 然后呢 移到后面 逗点 一样是 0 0 0 用法一模一样 差别只是说改成format 好 这样的话呢 有没有把这个居栏 居室里面的词 有没有 放在format里面 一样是 0 0 这样的话执行 0 84 那你想说 哎 那我如果我今天后面不是一样吗 所以怎么样 把这一串Ctrl-C 然后移到后面Ctrl-V 再把这个G 改成什么 改成H 哎 不就 试一下 应该OK吧 有没有 可是只有一个而已啊 但是我们想想想 要完成 总共有四列到第几列呢 Ctrl-向下 103列 对 所以呢 哎 那第四列到103列 所以我怎么样让它重复呢 基本上 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跑一个回圈 那回圈的规则就是 for I的话是一个变数 等于4到103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然后呢 把这个什么 摆在中间 按一个Tab键 为什么按个Tab键 基本上就是写的风格 缩排一下 看得比较清楚 你不按Tab的话 看起来很辛苦 那 特别是 I这个词是一个变数 它会在4到103之间变换 所以刚刚我们这个数字 这个4 有没有 你可以用I来代替 为什么 因为它将来这个数字 不是会变换的 所以你把原来的4 通通改成I 通通改成I的话 这样子称诗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 你就把它执行一下 OK了 应该懂我在做什么吧 这是不是给外星人看的 这是写给VBA 写给Essal看的 因为你现在为什么要学VBA 其实就是要学一个命令语言 这个所谓的命令语言就是说 这个语言 Essal他看得懂 而且也会照做 所以呢 如果你懂VBA Essal就是你的仆人 你只要跟他讲怎么做 他就帮你做完了 如果你不懂的命令语言的话 你就是Essal的仆人 因为你每天都在做一些重复新的动作 OK 所以你要懂个下命令 我刚教各位的就是说 如何利用物件 这个物件 就是一个Sale 然后呢 记得哦 规则就是说 要输出的写在前面 被输出的公式写在后面 那被输出的公式 其实跟刚刚的公式 基本上几乎一模 快要一模一样 那个第二个解法Test 差别只有在哪里呢 在end前后 要加空白 OK 然后呢 把Test改成什么 Format 其他一样 OK 试一下好了 然后 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假设这个地方 清除 如果你上面写好的话 如果要多一个清除的话 不用再插入程序 直接把它贴下来 这边改成清除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规则 这个Sub就是一个程序 那清除之后 这边可以把后面这一串 输出给它一个什么 空置串 所谓空置串 就是说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的话呢 就是两个双引号 这个时候如果说 你把上面贴下来 改一下 按执行 它就会帮你把没有东西 放在里面 OK 它不就清除了吗 所以 按下门号 按下清除 就会有 两个结果出来 OK 如果说 你想要先知道 做出来结果的话 记得Ctrl-C Ctrl-V 弄一下 然后再来开始一下 给它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它这个部分的话 是真的是比较 难一些些 对各位来说 是一个 全新的体验 如果你完全没写过程式的同学 这个是绝对 当然是全新的体验 可是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 让很多的动作 都可以自动化